1. 暴总160法报男衣 50万元卖出 此进城暴总手中的160法报男衣服 防御321点 体膜双加60点 最终于50.5万元的价格卖出 买家正是新加盟普陀山的法器老板M哥 2. 福战神木林买17段腰带 新加盟普陀山的法器老板M哥 居然买了一条17段的愤怒腰带 他的想法是某些回合能比对面物理系快 如风不得不说 这位老板真的是有前任性啊 3. 风狼练习国标阵容 在昨晚的剑会PK当中 西沙老街风狼一百往日打法 居然练起了大堂国标阵容 一直以来 国标打法都是风狼最不擅长的阵容 看样子他准备狠狠练习国标 让自己的技术更加全面 4. 浩文三宫比赛遭遇首场失利 对于三宫志望比赛 官方临时调整了规则 规定上场的三个输出系当中 必须有两个传统输出 浩文在昨晚的比赛中 祭出了花果山加神木林家族女儿的三宫阵容 结果不敌橘子周福战队 遭遇了首败 今晚浩文将大战秋月冲刺战队 继续争取一个好的排名出现 5. 二狗200万炒房 赚32万元 通过梦幻事业赚到第一桶金的二狗 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投资 昨晚他在直播过程中 透露自己投资了200万元炒房 四个月时间就赚了32万元 收益率达到了16% 非常成功